2021年10月28日,羽毛球法国公开赛继续进行,南单奥运冠军安赛龙临时退出,没有选择继续坚持,韩国选手许宫希晋级,世界第一桃田咸斗,险胜印度名将斯里坎特,唯一的冷门是7号种子马来西亚名将林子佳输球,连丢两局,不敌来自新加坡的洛健佑, 首轮就被淘汰出局,世界雨联的赛程安排太紧张,很多球员都选择退出比赛避免受伤,为年底的世锦赛早做准备,国语确定退出世锦赛前的所有比赛,打完丹麦公开赛后进行休整,安赛龙上场后,只打一个球就选择退赛,韩国选手许宫希不战而胜,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,很多人都快坚持不住,日本名将陶田咸斗继续参赛, 通过实战来找回状态,丹麦公开赛,他遭到安赛龙的逆转,获得南单亚军,首轮对阵印度名将斯里坎特,后者曾经排名世界第一,首局,陶田咸斗21比18先拔头筹, 第二局,斯里坎特18比20落后,连得4分22比20逆转,决胜局陶田咸斗顶住压力21比19险胜,新加坡选手洛健又爆出冷门, 连赢两局淘汰7号种子,马来西亚名将李子佳,首局20平洛健又连得2分22比20险胜, 第二局,李子佳心态出现问题,失误逐渐增多,洛健又打出21比14锁定胜利,李子佳成为继丹麦选手安东森后,第二位输球的世界前十, 这一次整体表现不太理想,中国台北名将周天成2比0完胜印度选手普兰诺伊,日本选手西本拳派2比1减胜世青赛三冠王昆拉伍特, 在苏迪曼贝昆拉伍特曾经战胜石宇奇,但是后来,他也是输给李子佛,稳定性很差, 其他赛场方面,山口西两个21比19战胜金家恩,安喜盈2比0横扫修特, 因达农2比0轻取巴托梅尼,新度2比0战胜雅各布森,杜边勇大东也有杀2-0,淘汰里挖迪门塔里, 则插波莎西利2比0战胜詹森埃福勒,谢定峰苏伟毅2比0轻取吴卫生刘俊成, 李绍兮深声赞2比0淘汰斯基帕纳鹏,今晚值得关注的比赛有, 男单淘田贤斗vs杰姆克,武嘉朗vs长山甘太,许公希vs王子韦, 女单山口西vs科德茨卡亚,新度vs克里斯托福森, 安喜盈vs杰克斯菲德,男双吉迪恩苏卡木约,vs德塞尔拉姆斯福斯, 阿珊亨德拉vs卢静瑶杨博涵,汇双陈炳顺,吴有盈 vs金子右树松有梅左季, 杜边勇大东也有杀,vs许邦荣,谢宜希